我叫玉英 今年56岁 已经是两个孙子 一个孙女的奶奶了 我丈夫叫王成 她是个上门女婿 比我大两岁 我们俩育有两个儿子 如今我们老两口 带着小儿子的孩子 在老家生活 跟我们在一起的 还有我80岁的老母亲 母亲除了耳朵有点背外 身体还算硬朗 但近一两年 我发觉母亲苍老得特别快 不仅是头发全白完了 腰也勾搂了许多 或许自己也是 三代以上的人了吧 但那世纪的经历 让我越来越体会到 做父母的不义 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望着风烛残年的她 在回想自己曾经做的荒唐 自私的事 我内心羞愧不已 下面我来说说 我们家发生的故事 也算是对母亲无声的忏悔 爷爷奶奶一辈子生五个儿子 我父亲盲成刚是老三 我有大伯 二伯和四叔 五叔 听奶奶说 爷爷是兼具那年 在鸡寒交迫中病故的 当年大伯十六岁 最小的五叔才三岁 就这一群爱见大的孩子 全是我奶奶一双手带大的 尤其是哪个艰苦年代 缺迟少穿 能一个不少的拳袋在身边 实属不易 俗话讲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随了大伯 二伯能挣公分后 那慢的日子也就熬过来了 只不过我父亲的低生五个 除了四叔五叔念到小学毕业外 上面三的大的 只读道一 二年级 凑凑乎乎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大伯因为能干 干农活内行 又舍得下力气 所以被村民们推举 当了生产队长 可比小乔烈业年代的 生产队长哦 那是能力的向中 加上歌红苗正的家庭背景 大伯人也长得英俊魁梧 所以很快就有人上门说美 那时候各家各户平台都一样 全是一穷二白 所以姑娘找婆家 不知道什么叫物质 只看动对方的人体 很快 林村有个叫秀珍的姑娘 成了我的大妈 听大妈后来经常念叨 说奶奶也就是一只 大白鹅卖的钱 将她取进门 因为地生多 大妈嫁进门后也没有分家 大伯说了 长兄为父 他要协助奶奶 把自己的弟弟取千家 老话说得好 地生三的一条星 黄土都能垫成金 何况我父亲他们地生五个呢 不久二伯也成家了 两年后 我父亲也将我母亲取进门 一个家庭米 如果有一个不愿吃亏的 很快家也就不太平 而我们家二妈就是这样的人 眼瞅的大摆子 小叔子一大群 自私的二妈 经常有事没事挑起内乱 用我家乡的古话叫 麻布口袋装凝脚里戳外倒 因为有二妈兴风作浪 大局很快不稳 后来奶奶还能累长叹一声道 人多分家 数大分差 分那分吧 结婚的全分态 各过各的小日子 老四老五就看上自己造化了 有本事就娶人 没本事就打光棍 就这样 我们那个大家族一分为四 大伯一家 二伯一家 我父母一家 奶奶带着四十五书过 分家那一年 我不满一周岁 但奶奶生命在先 因为还有两个儿子没成家呢 她不可能给任何一家看孙子的 只能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好在我一点没受委屈 奶奶不管我 我还有外婆呢 我母亲在她所有的主理几个中 是出身最显贵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我外公外婆 只有我母亲和舅舅两的孩子 当年卖工还是南京食品厂的工人 所以我母亲嫁回来的时候 无论是穿的 带的 都是大妈和阿妈 望尘莫及的 为此 阿妈背地里骂我母亲是小开 她非常不服气 只是苦于没有办法 母亲条件好 完全是娘家有 跟婆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阿叔母亲娘家条件那么好 不至于找向我父亲条件 这么差了家庭呢 这又可能年轻一代有所不知 包括我在内 之前我问过外婆这个问题 外婆笑笑对我说 你妈妈就跟你老旧姐弟俩个 而你外公在村子里 也是单本小兴 怕村子里人七生 所以当初看中的 就是你爸家地中多 这也是比我们这头装柿子的 你懂不懂 嘿嘿 我倒是指点头 其实我似懂非懂 我父亲是趟弟兄五个中长的最帅气的脸人 不但得头高 皮肤也不像兄弟人那么齐飞 四方大脸 一笑满口 结呆整齐的牙齿 像结了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中的男主角 估计父亲当年能把我母亲取刀手 跟孝茂也有很大关系 父母婚后第二年 我出生了 接着不久就分家了 为了不影响父母参加劳动生产 我被送到外婆家 由外婆照看我 听母亲后来说 在我四岁的时候 她又怀孕了 那时候人脸皮薄 腼腆 怀孕的只要不显怀 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所以母亲照样在生产队做着体力活 又正好还赶上双墙 又累又热 母亲晕倒在水田里 有产了 打那以后 母亲再也没怀孕过 所以我是父母的独生女 我父母勤劳能干 外婆对我们家 踢补也挺大 加之就我一个孩子 所以我从小在 重播的堂兄弟姐妹中 显得鹤立鸡群 吃的喝的 都让这帮孩子养饰 可以用养尊处优来醒路 所以我是父母的 掌上明珠 一直到五六岁 每到晚上看露天电影 父亲都把我架在 肩膀上看电影 真是 捧在手心怕摔着 喊在嘴里怕画着 妥妥的丫头王 本来 我这些幸福的一家三口 献上村里好多人 但当我十二岁那年夏天 一记响雷打破了 所有的瓶颈 父亲因为雨天在一处 有高压线下水田爬地 遭遇雷击 不幸身忙了 父亲的意外离世 让我和母亲 头顶上的那片 天塌了下来 那段时间 我母亲坐着野枯 站着野枯 原本丰满秀丽的身材 一下子瘦得 成了一张薄片 仿佛风刮大了 她都站不住 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 对母亲呵护被指 一到夏天 哪怕自己在生产队 再忙再累 回到家 从来不让母亲 坐锅灶下烧火 她怕母亲热 在那一年代 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年代 父亲会光明正大的 帮母亲洗衣服 也不怕人家 取笑她是男人婆 大家想想 如此恩爱的夫妻 顶梁柱突然走了 另一个怎么能活得下去 怕母亲脆弱地倒下 外婆心疼女儿 随后直接就搬到 我们家住了 舅舅那时候 已经去南京 跟赖供学艺 父亲去世后 我仿佛一下子 也变得懂事不少 再也不会 无缘无故地撒娇 我告诉自己 我要快快长大 我要保护母亲 就这样 外婆带着我和母亲 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慢慢地 母亲的精神状态好了点 一晃三年过去了 那一年我生出三 有一天我背着书包放学 一进门看到奶奶坐在堂屋 不停地擦着眼泪 再看她外婆和母亲 一个坐在锅灶下哭 一个站在天井窟 一时间我不知道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看见我回来了 奶奶找了一个借口 急匆匆地走了 我赶忙问外婆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我母亲呢 外婆用袖子开了眼角的泪水 摇摇头 没说话 我只好跑到锅灶旁 又问母亲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问不要紧 一问母亲 她又戳戳耶耶 哭个不止 我看到此情景 也哇哇地大哭 边哭边嘴里喊的爸爸呀 爸爸呀 一时间我们三个人哭作一团 人以为是母亲 她们又想起父亲了 所以后来我也就没刨根问底 但有一天我无意间 听到有人议论我母亲的闲话 我才知道那天 她们哭是因为什么了 有一个星期天 我去菜园地摘杜角 那时候每家每户 都有一块菜园地 是生产队爱人扣分的 因为杜角搭着架 我瘦小的身躯蹲在那 不好被发现 这时候 我听到村上那个讨厌的 八嘴婆宋大妈 跟我家邻居春翠 在小声嘀咕什么 因为我知道 宋大妈不是啥好玩意 而那夜春翠也不是擅茶 所以我故意不吱声 想偷听他们俩到底说啥 只听宋大妈 不怀好意地咯咯乐着 对春翠说 这下可好 这叫肥水不留万人田 肉烂在锅里 老王家婆子 我奶奶 这小算盘打的 怕她想 说完 两人又肆无忌惮地 哈哈落着 好不容易笑声止住了 春翠又尖声笑道 我这觉得不对劲吗 怪不得老五动不动 往桂枝 我母亲那里跑 说令 两人早就有一腿吧 这是旧汤下面啊 只不过让老王婆出来 这么多弯哦 是啊是啊 一堆丹柴 一把烈火 拱到一块那还得了 也难为贵之装了这几年 还不如让老五抱着铺盖卷 早点钻被窝的了 宋大妈边说边乐 直到听到他们说起我武叔的名字 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 我一下子从斗角架下蹭得站起身来 大声呵斥道 放你们一嘴狗屁哦 你们俩偷偷嚼什么蛆 当心我撕赖你们俩的臭嘴 宋大妈和春翠没成想 我从斗角架下冒出来 吓得两人直往后退 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火上来了 我真不饶了他们 结果两人被我一下唬 落荒而逃 而我自己呢 跨着一篮子斗角 边走边哭 往家里去 而不凑巧的是 正好遇到武叔 再从土豚里往外放稻谷 准备给我们家粘米去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刚才受的气 一股脑泉撒在武叔身上 我一把把武叔推了一个猎切 大声叫喊道 你给我滚 没你吃 我一篮子 一篮子提 也不要你瞎逞呢 就这样 武叔也被我吓跑了 看到我像发疯似的叫喊 武亲和外婆知道 是因为什么了 但母亲红对眼 端了一盆脏衣服出去了 屋子里就剩我和外婆两个人 因为我是外婆一手带打的 所以打小就跟外婆亲 这时候 外婆轻轻地拉着我的手 慢声细语地对我说 鸣儿 你甚至听到什么风声吗 先别生气 听外婆跟你说 我年纪也不小了 都能陪你妈一辈子 你年龄也越来越大 总有一天像燕子一样飞走的 你妈还不到四十岁 太年轻了 她下了一辈子 难道就这么过吗 你奶奶想得也不错 让你武叔来照顾你们娘俩 总比一个外人强吧 一开始 我还怕你武叔不愿意 比你妈比她大六岁呢 原来还是有同男子嘛 谁知道你武叔一点不嫌弃 她说她愿意 不等外婆把话说完 我吼道 她愿意 我还不愿意呢 你们论过我吗 我不是人吗 这不是正来的你商量吗 你别发急躁 外婆试图还想跟我沟通 但我使劲一挣脱 把外婆拉我的手 甩得老远 那天晚上 我正色地对母亲和外婆说道 我告诉你们 我爸这个位置 谁也比赏代替 你不就是愁 没人挑担子 没人离田吗 再等我几年 我招问你去回来 养活你吗 就这样 母亲和武叔的婚事 被我搅黄了 可能因为我把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武叔不好意思在村子里住了 因为他会木匠手艺 后来去了江南 然后在那安了家 奶奶去世的那年 武叔带了妻子儿女回来奔丧 武婶开上去非常漂亮 虽然生来乍到 但也跟着大家忙里忙外 开上去也特别鲜惠能干 把母亲第一次再嫁了念头打消后 我干脆就不上学了 借口补不下去 其实我就是 尖动努琴和外婆 他们一举一动的 不让他们有非分之想 我要替父亲守住这家 转眼之间 我也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 我随了父母的优点 除了和头不太高外 但也出落得亭亭玉立 唇红屎白 都说一家养女百家囚 但我很显然是不会嫁出去的 我母亲就我一个闺女 父亲也不在了 我肯定要找我女婿上门 把忙线这门头撑起来 找上门女婿肯定要找家里弟兄多的 否则谁愿意呢 而我眼光挑剔得很 稍微长得不顺眼 我都看不上 挑挑剪剪 兜兜转转 后来还是外婆的亲妹妹 我的姨奶奶宝梅 把她婆家的直孙王成介绍给我 王成家弟兄三个 他是老二 也是爹不疼 养不亲的主 所以姨奶奶一去说 王成爹妈忙不迭地答应 恨不得给我姨奶奶磕头作衣 说姨奶奶做善事了 终于给他们家解决一桩难事 别看那几年我们孤儿寡母的 但在外公和舅舅的资助下 我们家四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也盖起来了 王成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关键盲成也符合我的审美 长得浓眉大眼 还有呱呱叫的装红手艺 就这样 22岁那年我和王成结婚了 他就穿一身衣服过来 我宫活啥都没给王成带过来 婚后第二年 我的大儿子滔滔出生 把全家美得够呛 王成也高兴 因为他这些道插门一点不吃亏 他姓王 我也姓王 所以搞不清孩子这些王 到底是谁家的王 虽然有孩子了 但王成继续外出打工挣钱 因为他把儿子丢在家放心得很 不但有我母亲帮的照看 还有我外婆帮忙 我们那时候计划生育开始就演了 但我没人管 除了我是独生以外 还有一个借口就是 如果我们村抓 我就说我是婆家那头的 婆家那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更不管 因为没有任何节育措施 在大儿子滔滔两岁的时候 我又怀了第二胎 十指矛二胎能生的女儿 结果又来了一个小光头 不过外婆和我母亲 包括王成爸妈都非常高兴 后来村里很多妇女 都跟着丈夫外出打工 我也郁郁郁市 毕竟两个儿子担心将来负担太重 于是外婆和母亲大包大揽 让我放心走 两个孩子交给他们 就这样 在滔滔六岁 二宝四岁的时候 我也跟着王成去北京打工了 因为我们村就有时间班和小学 所以很快就把老大送去读书 留老二岳也好伺候 真是有苗不处长 转眼两个儿子即将生出中了 而王成事业发展得也不错 带了一帮徒弟 他成了包工头 我也不需要那么累 高兴了就帮他做做饭 不高兴着回来过段时间 在家打打麻将 有一天我打麻将回来 外婆望着我笑着问 婴儿 今天手气怎样啊 我哈哈笑着说 我不管输赢 只要有的玩就行 看我心情不错 外婆试探性地问道 跟你说啥 有人帮你妈介绍一个老伴 就是村小学的刘老师 我一听火冒三丈 大声吼道 你们又犯什么神经了 是缺你们吃 还是缺你们喝了 土都埋半截了 还要找男人 不怕人家笑话吗 看我怒气冲冲 外婆倒也没生气 继续劝道 刘老师条件不错呀 民事转正了 一辈子也没结过婚 曾经是右派 这样将来的你妈相互有照应 你们不也省心吗 我粗暴地把外婆的话打断 不耐烦地说道 打住 你们就死了这份心 我不同意 看谁敢来 谁来打断谁的狗腿 就这样 在我的肝意下 母亲第二次在家 又被我破坏了 直到外婆迷流之际 还拉着我的手 断断续续地嘱咐着 你妈这辈子苦蜜娜 为了你 三十几岁手寡 今后你要好好孝顺她呀 否则你对不住她 我含泪答应了外婆的请求 她老人家才合上眼 自古上围下是真心 下围上就要凭良心了 我虽然也孝顺 但很多时候被现实打败 虽然两个儿子 一个上了大砖 一个读了大学 我们两口子忙完老大 忙老二 好不容易买房 娶媳妇 把他们安顿好了 接下来又要带孙子 现在孩子都金贵得很 老大的两个儿子 我都是在城里帮他们 带刀上幼儿园的 还没等我唇口气 老二的孩子出生 我接着去照看 可那一年 母亲胆到结识 动了手术 本想把她接到城里 去伺候 可四代同堂 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 很显然不现实 后来 我找儿媳谈话 我告诉她 如果舍得 让我把孙女 带回农村去 更好 舍不得的话 对不起 自己想爸爸解决 我不能为了孙女 便自己的老妈不要 小儿子两口子再三权衡 还是让我 把孙女带到老家 说等上幼儿园了 再送回去 我回答后 母亲很明显高兴起来 也不戒末了 有一天 我带着孙女 在村里广场上玩 迎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等那两个人走进前一看 哦呦 那不是我当年 不稀罕的刘老师吗 只见她腰杆挺拔 鹤发童颜 头上戴着一顶礼帽 手里端着一个水杯 而她旁边跟了一个 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老太太 但衣着讲究 人也精神 只见这两人熟路地 跟广场上的人打招呼 然后往老年大学方向走去 看我不停地张望 目送着这两人的背影远去 这时候交广场舞的燕子过来了 她笑着向我介绍道 御医沈 这两个人 你是不是不认识啊 那老爷子是刘老师人 老太太是她后找的老伴 你看看这老两口多和谐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原配呢 大家都夸老太太有福气 找得刘老师人好 一个月还有好几千的退休工资 吃不了 用不尽 这个福气 傻人你们给不了的 燕的后面还说什么 我这没仔细听了 巴勒斯你这回来了 到家一看 只见母亲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 一粒一粒地掰着玉米 旁边还有一堆豆接 这些都是她平时在房前屋后种的 其实我不让她种 但每次她都喃喃说道 种一点是一点吧 什么都要花钱买怎么行 王城虽说能挣几个钱 但你们有两个儿子啊 还是要自己手里留点养老钱 不能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望着母亲苍茅的身影 我眼泪往肚子里流 想当年如果不是我从中做梗 那也刘老师非常愿意 找我母亲做老伴的 如果现在刘老师生颠的人 是我母亲 他们一个月有七八千块钱收入 母亲还会这么辛苦 一分一分地算计嘛 我发现顿悟自己曾经是多么的自私啊 不但搅散了武叔和母亲 十几年后又搅黄了母亲和刘老师 害得母亲一直孤苦伶仃 老话说得好啊 向丈夫服睡着吃 向儿女服贵地吃 另一半季的温暖 是做儿女永远无法比拟的 就算是儿女性 症状 让我没见过 是呀 嗯 嗯